哈囉大家好我是黑男 哈囉大家好我是飛飛 有些女生會蠻羨慕上身脂肪大的女生 但是我自己覺得上身脂肪大的話 應該是會有些困擾 我覺得菲菲老師呢 很有資格來講這一集 我先講起我在念書時刻好了 法語比較快的女生 但是我曉得 我曉得 我曉得就 就 就豐滿了 對 我算還好喔 我大概三四年級的時候 我就大概是一 我算還好 因為我記得我那一期 五六年級 我曉得三都是有幾個女生都 好大 已經到第一了都有 喔 那你就已經很成熟了 對 然後我記得我國中最誇張有一個同學 他是跟頭一樣那麼大 我覺得男生突然都會去做那種大胸部的女生 很幼稚 對 說努牛 不然是幫他取一些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名字 那女生會因為這樣會覺得很自備 很受傷 對對對 因為他會覺得是一種障礙 尤其是像我們如果體育課 上身比較有肉的就會晃動 那男生就會很愛開玩笑 對 我記得我念 國中念書的時候 有 曾經沒穿過 就是覺得 好像就是我們都是正常的 可是因為不知道 男生在看的時候 就是 喔 我在看你的那個 對對對 在晃動 所以那時候 自己也沒有意識到 是直到女生可以 還不懂 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女生其實比較有料 還是一種困擾 對 那長大之後呢 長大之後 最大的困擾就是你走在路上 如果說你就是穿著比較合身 我是喜歡穿一些很很特別的衣服 對 那如果走在路上就是可能跟你 可能遇到色狼 最容易了 那你就不能打扮你喜歡的衣服啊 我國中的時候就遇過色狼 就直接把我帶到那種就是樓梯 就是一種中年大叔 好可怕 那你有找老師嗎 有教授 因為那時候是放學啊 而且都已經沒有學生了 所以其實那個都是一個 內在有一個陰影在 我那時候他 是身上其實是有拿到美光動 喔好可怕啊 對 然後還好那時候 意識夠快的快跑掉 那老師有沒有生活上的 不方便 喔 容易凶悶 尤其是你在 陷阱要來 對對對 在一期前 就會整個很緊繃 對 那要怎麼換緊 其實我覺得 最好的方法就是 按摩 如果你的立板是屬於 比較豐滿的女生的話 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 都要按 因為他周圍都是淋巴 如果長期都沒有去做 按摩的動作 因為有些女生是很看的去按摩 我覺得碰到他很私密的地方 其實其實按摩師都是很專業女生 對 找女生 其實會痛 自己按也可以對不對 可以 你如果長期積累太久的話 你按會痛 對 因為其實氣節如果越來越大 會成快 就會 那就叫做占年了對不對 對對對 氣節大才會 那老師會不會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例如說吃飯看不到玩的一種 有一點好笑的 欸 我這個應該還好 會駝背 一定會駝背 你要提 我看老師其實蠻挺的 喔 我 可能人家說 不要駝背 不要駝背 你一直提醒自己 對對對 不然其實我平常都是駝背 呃 其實有時候女生有料的時候 會有點自卑 喔 自卑的原因是因為他覺得 人家在看他那裡 那是睡覺會不會有什麼困難 睡覺 會不會不知道要放哪裡 睡覺 還是沒有 到沒有 準備那個已經掉下來了 喔 喔 對 願意大家穿內衣鋼圈的那種固定 喔 不要不要 其實那個鋼有時候會跑出來 而且容易受傷 就是你如果勒得太緊的時候 會堵塞 喔 這個 對對對 睡覺蠟絲 其實歐敏他們都不穿 不穿睡衣鋼 曾經想過想要小衣鋼 也沒有去想 也沒有特別去想那些 因為只是在那個過程中 冬產都是會覺得很自卑 現在長大了 沒有那些幼稚的人 自己心態成熟就不會去管那些 對 謝謝老師今天來以親身經歷 跟我們做分享 當然老師最近自己有頻道了 那時候香露芬芬 Miss Vivi 大家肯定要訂閱起來 好不好 那讓她支持一下老師的IG 和老師的臉書 我是黑男 我是啤啤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 掰掰